如果其实说最佳店的店名中文 其实不那么顺口 就是bedgy 然后但是从黑帕的文化 而包括一些它的英文气质读出来 就是相对比较顺口的discuit 直下生活还是比较像 比较习惯 包括我学的重经书的东西 黑帕约书的一些对食材的抗争 为啥是当时要取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有一些相反 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师傅告诉我 如果你跟师傅学 师傅做一个菜 你学一个菜 这种菜不教你自己 真正的菜的 你要有创造的能力 和创造的想法 这种分一组的 你对师傅理解的 师傅 才是最好的师傅 我们希望拥有自己 新的对工具菜的一些理解 要是融合到一些西菜的手法 去做一些不同的创新和野生的菜品 西起牛排 其实这个菜 我们在选择肉的时候 我们只选择了 有类条的四根牛骨的 中间有类条的肉 它具有强烈的爆炸感 中间人会认为牛排就是三五七 但是实际上在海底上 因为开到的是三分五分七分都出现了 都是有分开的意义 牛排当时的调制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 就是大部分人认为的中规西菜 就是黑胡椒啊 一些很传统的讲师 就是这个菜 我们用的是焦糖的巧克力 是什么甜的 它带于很重的香料味 我觉得是一种不完全不同的体验 就是说我把它定为最佳点的一个标签 不过有人喜欢也好 有人不喜欢也好 我们都是 这个菜是从来没有想过家的 它有一点焦糖的香味 然后焦糖的香味 然后下面的话 它里面的肉质 但是又是特别的嫩 然后可能是女孩子起来 吃甜甜一点就觉得很适合 因为成都本身是有水汤排骨的 真正的意义上水汤排骨 应该是广东菜 叫金沙排骨 要是我们作为了一些西市场的升级 就是让盐浸进去 让蛋白质吸出来 然后便于入味 我们配合了一些海士铁辣酱 包含了一些种种的叫做胡姆吃 放冰箱的话 应该要放一天 就是12小时嘛 过夜 炸完过后 它的脚皮已经上色了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 进行一个起手的卧菜 我们都在这张菜上都去做我的一些基本程序 我们希望去给客人感受到的时候 以不同归外的食材 通认中规食品的时候 不同的风味 味道是真的很不错 试吃了他们的牛排 也试吃了他们其他的餐 包括整个店面的装修 服务的方面都很不错 它应该是适应了四川这边的当地人的一些口味 它有调的一些味道在里面 因为相较于西餐的那些味道的话 它会稍微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地去想不同的方式 不断地对自己的产品也好 经营的状态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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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成为了一绝的时代 只有做好自己 才能够去改变未来 感谢观看